南加州西科文纳市警方公布了上周日晚抢劫并杀人的两名嫌犯的照片 案发当晚的8点45分左右 警方接获报案在我身后的这家商店内发生了枪击案 两名嫌犯进入商店盗窃商品 34岁的店员因为试图阻止嫌犯在对治过程中被枪击 最终不治身亡 警方表示两名嫌犯均为20岁左右的男性西班牙裔 犯案后乘坐一辆浅色SUV逃离 根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 遇害店员是店主的妹夫 刚到美国不到一年 他们对亲人的骤然离世悲痛万分 目前更多的案件细节仍在调查中 警方也呼吁知情民众提供线索 以上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佳音 在加州西科文纳市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